午夜奇谈 湖雪岩之红顶宝典 生智文化公司提供 胡锦明总策划 李若美导播 葛大卫配音 孙姬祥录音 冯云忠主讲 1881年初夏 胡家大宅的支园 在温柔阳光下 真是景致非常 只要涉及登上 南边那座四面玻璃窗的凉亭 眼下便可一览园林的全貌 那四座取名为 低脆 贫带 皱青 悬臂的假山 叠击成奇特的造型 远看一片茉莉的 奇树溢草中 绽放着万朵艳丽的鲜花 清香扑鼻 叫人心旷神怡 南木厅和鸳鸯厅 西边那片荷花池中 一红青泉 被刚刚伸张的荷叶 眼遮得像一片绿色的波涛 几只孔雀 不时地表现出傲慢的魅态 和唯我独美的神气 顺着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 往东走去 回塘曲剑 一路珠红栏杆 两边间隔种着杨柳和桃树 桃树上接着许多小桃子 而柳树上那些寒羞而微卷的嫩叶 迎着温暖的徐风散开来 像一颗颗透明的珍珠 甲山周围 勺药花含苞 牡丹花已经盛开了 把四座假山 映衬得更加绚烂缤纷 整个花园貌如人间仙境 胡雪岩的妻妾们 虽然都有各自的身宅套院 但与丈夫何时会一次面 在谁的心里都是个未知数 有时候偶然抽签抽到 被通知大先生今晚将来临庆时 有人感到偶然陌生麻木 甚至绝望的自认识坠入深邃暗洞里的活寡妇 也有人感到人生的寂寞 日夜琢磨着丈夫在自己身边的滋味 甚至胡雪岩的每一种温柔爱抚 所挑起的甜美感觉 都像这温暖的气候一样 融化了她的全身 没想至此 一种神秘的活力 在这些太太们的脑海里翻腾着 五月 是鲜花的季节 也是爱情的季节 胡雪岩的小妾们 零零散散地徜徉在 驱回的幽静小路上 有的三五成群 有的举举独行 仿佛他们一生的欢乐 都寄托在这片如画般的花园里 小玉对于世说 大太太没来 真的 我倒没注意 你去看看 于世虽然是二房 但她却是胡宅的中间人物 她善良 而且能理解人意 不仅对胡雪岩 关心被制 就连胡宅上上下下 她都能体贴入围 在人们的心目中 大太太 憨厚知足 二太太 机灵能干 胡宅的真正当家人 自然落在了二太太身上 小玉回来说 大太太身体有些不舒服 大太太生病了 说是有点头疼 好 我去看看 说完 于是拉着小玉来到安吉院 上楼来到大太太露室的房间 悄悄走进床边 深情地问道 大太太 听说您身体不舒服啊 也没什么大毛病 只是有些头疼 那我让潘嫂到店里头 请个医生来瞧瞧 不用了 我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踏实 一睡觉啊 噩梦蛮多的 要不然 找个圆梦的线上来 不要不要 有时候 越圆越怕 哎呦 不怕的 那些圆梦的先生啊 都会破梦的 我 每次上山拜佛的时候 就看见大先生 从日本买回来的那口大钟 没人管 风吹雨打的 放在山门里 老人们都说 钟灵玉秀 它是天地灵秀之气 巨成的 放在院里 没人管 我的心啊 哎 想多了我就头疼 这也好办嘛 大姐姐 咱们把钟拉到火药局 请他们筑上字 做好了木架子 重新献给香火旺盛的庙宇 您的心也就踏实了 哎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姐姐 您把心放宽 我把账房小七找来 让她去办啊 不一会儿 七梦青随着余氏 来到大太太的屋里 二太太把重建大钟的事 当着陆氏的面 交代了一遍 大太太问小七 你看 筑上什么字才好啊 要选个黄道吉日 应该写 光绪七年 贵月上晚日 前堂姓女 庆余堂 湖门路氏重建 您看行吗 好啊 筑上字 让老佛爷知道就好 那些和尚们 再放到外头去 佛爷也不会饶了他 嗯 好 大先生不在 花点钱 我就做主了 此时 胡雪岩正在上海 总理衙门张经 邵友莲 来上海 暗查了左宗堂 在上海转运局的实力以后 来不及会见胡雪岩 扭头便走了 就在左宗堂 大获全胜之际 他以道元冲头等参赞 随崇后赴厄谈判 于光绪五年 与崇后 擅自签订了 丧权入国的 返还伊犁条约 紧锁还伊犁 把伊犁之外的大片土地 白白地送给厄国 引起了朝廷内外的谴责 崇后被捕入狱 定斩监后 而邵友莲 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摇身一变 成了鼠里 驻恶的钦差大臣 后又捕受苏松太道 直接控制了上海 当然 这都是倚仗着 李鸿章的力量 这次 邵友莲派人来请胡雪岩赴户 并非邀见黄马卦 而是想利用他的经济地位 帮点小忙 胡雪岩到上海 拜见了邵友莲 邵大人 实在对不住 本想到府上拜见胡大先生 无奈 刚来上任 朱氏又不能脱办 只好邀请您来 想必不会责怪小弟的 哪儿的话呢 邵大人来上海就任 我胡雪岩还要靠您关照 我来上海 得不到银行业大老板的关照 我这个苏松太道 恐怕一天都干不下去 胡雪岩此刻却像个猎手 紧盯着眼前这个太道的话题 辨别着他的思想动向 而且好像也嗅到了点什么 于是他笑着说 您太客气了 只要太道大人 用得着我胡某的时候 我胡某定当全力以赴 真是知我者 莫过于胡大先生啊 我请你来 正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请说不妨 上海的经费困难很大 左宫的转运局在上海 李鸿章大人的洋务活动 也消耗了不少经费 樊台的银库十分空房 我本想借点洋债 可几个银行都说 非傅康出面担保 要不然就没商量了 这个 不知邵大人需要多少 二百万两 可以 明天派人随我到立如银行 办理一下借贷手续 邵友莲深吸了口气 然后呼的一下 喷出了一口大气 好像他燃眉之急 随着这声大气溜掉了似的 邵友莲喊了一声难用人 高声 有啥事老爷 叫小鹰子端点水果来 是 不大功夫 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 拖着盘子进来了 邵友莲斜描着胡雪岩 仿佛要在她的脸上 寻出些微的反应 偏偏胡雪岩不争气 只顾愣愣地看着那女子 看得是不肯移开视线 她感到眼前这个女子 正在撩拨着她生命的波荡 仿佛使她一下子年轻了起来 小鹰子走后 邵友莲笑着说 大先生 你看这个小女子 开玩笑了 少大人宅邸的人 我怎敢贸然评断 实话对你说了 这是幕僚们刚送来的 做丫头嘛 有点委屈了她 做小吧 上海我有好几房了 再说 我的执事一直不能固定 去年从恶国回来 又任职总署 椅子还没坐热呢 又调任苏宗太盗 说不定 以后又要再调任 我想 这个小鹰子 你如果喜欢 就带走吧 少友连着几句话 听得胡雪岩心里甜 甜甜的 是的 她虽然五十多了 但是对漂亮的女人 始终认为是一种财富 甚至于比白银 还要来得重要 因为 女人是她的门面 是她有钱的象征 是她富贵的荣耀 她喜欢女人 像一切古董玩物 各具特点与风采 她喜欢续切纳交 就像小孩子的存钱罐 想起来摇一摇 甚至于可以炫耀一番 你们看啊 谁家的比我多 今天听少友连 要送给她这么一个宝贝 乐得胡雪岩眼圈都发热 好啊 既然少大人肯歌爱 我就拜谢了 这就好 事情办完之后 我叫婆子们 把她送到府上去 明天上午 我在富康等您 或有樊台来人都可以 说完胡雪岩告别了少友连 静止往富康去了 谁料半路上有人喊了一声 胡大先生 胡雪岩回头一看 见是转运局的王玉清 你来 正是来找您的 好吧 你到时候走 胡雪岩与王玉清两人 到了富康银号 在会客室里坐下 王玉清劈头就说 大先生 您知道吗 左宫进京了 不知道 平定了新疆之后 设立了新疆省 发动开郡河渠 建城堡 清障弟母 离政赋税 还办了不少艺术学趟 左大人叫我转告您 因为走得太急了 就不写信了 进京任职吗 任军级大臣 他比我大十一岁 我真担心他的身体 快七十了 继任陕甘总督的 是杨昌郡和刘锦棠 杨昌郡 就是错判杨乃武的浙江巡抚 他不被撤了吗 又复职了 他们俩给您带封信来 要求您给借四百万两洋寨 说着王玉清便递上一封信 胡雪岩看了又看 心想 他们既能医治战后的亏空 无意也是帮了左宗棠的忙 他们来人了吗 来了 住在转运局里 好吧 让他明天上午到富康来 我带他们去 大先生 您 这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又凭着您的威望 借了一些洋款 可外界 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我知道 申报评论说是 饮鸩止渴 曾继泽在史英日记里说 1878年12月初二日 英人葛德利 严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 洋人得习八礼 而胡盗报一分五礼 奸商牟利 并民渡国 虽及莫其资财 可以汉奸之罪 代不为网 而付委任之 两可看也 你瞧 我都背下来了 这种责囊太过分了 什么饮鸩止渴 并国肚民 难道要把新疆 拱手让给恶国人 说我奸商牟利 这利息可是洋人定的 当然 有些话是针对左相公而发 我敢说 如果左相公坐着不动 就听不到一句骂声 是这样 那些坐在树下 讲风凉话的人 永远听不到骂声 刚才 我提出这件事 我怕您 我老早就听到骂声了 如果怕 我也不干了 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穷 算了算了 不提他了 明天上午 你陪着闪干的人一到来 第二天上午 苏松太道 邵友莲 派来了一位 樊台 简教官 闪干来的 也是一位 简教官 胡雪岩 先带了苏松 樊台的人 去了 英商 汇丰银银行 借了两百万两 又带了闪干的人 到英商 利如银行 借了四百万两 年席 久离七毫五私 前者 两年为期 后者 六年为期 胡雪岩 胡雪岩 临走时 又交代了七汉文 这两项借贷合同的担保人 由傅康银号改章 当天晚上 胡雪岩 乘了夜班小轮船 回到杭州时 天已经围露了一片 紫带色的西围 她雇了一辆马车 回到了家里 这时 婆子丫鬟们 已经起来忙着 伺候自己的主子 潘寡妇忽然发现了 胡大先生进到大宅 急忙迎上去 大先生 您回来了 快到二太太屋里 睡一会儿吧 好 潘寡妇奔到文祥院 小玉 喊了一声 小玉 小玉正在刷牙 潘婶 您喊我 快通知二太太 安排大先生睡觉 好 此时 于是已经起来了 她一听大先生来了 急忙迎出来 只见胡大先生 笑呵呵地走来 她关切地问道 大先生 坐了一夜的船 赶快睡一觉吧 说着便进了渔室的卧室 小玉刷了牙 一边擦着脸 一边问 大先生 大先生 先吃点早饭再睡吧 不吃了 胡雪岩收话时 已经脱下了鞋 小玉急忙铺好床铺 胆了胆枕头 敲声问道 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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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两口吗 点上灯吧 抽两口睡得好些 当小玉伺候着胡雪岩抽大烟时 胡雪岩斜逆了她一眼 从小玉那白镜的面色上 联想到那个印象极深的小鹰子来 那亭亭玉立的身材 那双令她着迷的眼睛和端正而秀气的脸蛋 简直就是她理想中的化身 胡雪岩稀奇地幻想着一切 渐渐 她似乎感到每一根神经都醉了 一觉醒来 已经是接近中午了 于是扶在床头上问 想吃点什么吗 吃午饭的时候再说吧 好 那就再躺一会儿 不 我跟你说个事 你就说吧 我的大先生 苏松道少有莲 想送给我一个小的 你多了一个小的 就少疼我一分 我不疼你 你疼我就行啊 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吧 除了你嫁人我不答应 什么事我都答应 你要取小我没意见 但是你得把小玉收房 这怎么 我就知道你不答应 可是你跟小玉的事 还瞒得过我吗 她每天晚上给你掌灯 在回旋曲折的黑路上临港 她身上有哪一处你没摸过呀 再说小玉又是我屋里头的丫鬟 而且在那批小泥子堆里头极有权威 连他们都知道小玉就是大先生的人 只不过没有公开罢了 只不过没有公开罢了 你怎么知道的 大先生 我不在屋里头的时候 你跟小玉在我的床上滚过来滚过去 你当我没瞧见呢 要是收了小玉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我都答应 把小玉收了房 我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离园院的女孩 再收进十二个 加起来二十四金钗 行不行 行 那园里头倒有十几个出众的丫头 他们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你看看听听也够服气的了 就怎么办吧 这离园院的女孩子都十七八岁了 我看个个出落的都不错 你的眼力好 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哦 对了 那个严小尼姑的翠薇 还有那个严小和尚的明姑 哎 这俩可别漏掉了 行 你放心 你爱上哪一个 我心里头可都有一本账呢 还是我的二太太疼我呀 说着 胡雪妍扑过去 把余氏按在床上 在她身上亲个没完 其实小玉已经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 但隔腔隔窗的也听不出一个具体的内容 此时只觉着屋里静下来了 小玉才轻轻地唤了一声 大先生 该吃饭了 进来吧 胡雪妍说着就站了起来 于氏红着脸坐在床边上 小玉朝于氏瞥了一眼 借那散乱的头发 不禁心中蹦蹦蹦跳得厉害 脸上像是桃花初战 百里透红 小玉已经三十出头了 像个熟透了的果子 十分诱人 他给大先生屏竹灵港 十多年来 也并不那么纯洁地像一彻红泉 他常常抓着大先生的手臂 在黑油油的回廊里行走 有时候还故意把大先生的手 揽在自己的胸前 让那两团鼓囊囊的苏兄 任大先生于无声处任意揉捏 有时还说上几句撩搏的浪语 惹得大先生火起 还没进太太房间 便和他有一番难言的举动 然而 小玉深知自己的地位卑贱 不敢有非分的要求 只是在主子于氏面前 流露出一点女人的欲念 但于氏向胡大先生建议 把小玉收房做第十二太太 其目的也并非完全为了成全小玉 而是在于树立自己的威信 表明只有我屋里的丫鬟 才有资格被大先生收房 今天于氏见大先生同意了他的要求 心情异常的兴奋 好了 大先生 吃午饭去吧 你这二十四斤差 我会替你操办的 等胡雪岩到善厅去的时候 于氏拉过小玉 先是拧了一下 他那粉团似的脸颊 神秘的笑着说 乖丫头 这一回看你怎么谢我 二太太 您说的是啥呀 装傻呀 这一回二太太 让你当上胡家的太太了 不会的 您是拿我寻开心吧 真的 小玉不敢相信 因为在她的心中 一直认为那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梦境 于是把小玉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 把前前后后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玉 小玉蒙了 大凡一个人的梦幻不可能实现的时候 心中都会感到空虚及悲哀 而一旦意外地实现了 空虚悲哀 瞬间化成烈火般的狂喜 而当狂喜淡去之后 以往热烈的期待已不复见 反而认为一切都是应得的 并且埋怨梦幻实现得太迟了 过了一个星期 上海的邵友莲果然派了两个婆子 把小英子送到了胡雪岩的宅邸 二太太于是接待 并且收留了这个迷人的小妞 胡雪岩见了小英子 紧不住骨头都酥了一半 小玉见了 一边夸奖着 一边燃起了度火 但是 她毕竟不是小英子的对手 而且也自认识河沟里的一块小石头 顺着大自然的冲击流动着 冲到哪儿 算哪儿 她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 我到底也算是胡家的姨太太了 这天 于是二太太召集了各房仪太太 小玉和其他丫鬟们 还有选定的十二名能唱会谈的姑娘们 在四面厅里开了一个茶会 我说各位姐妹们 咱们虽然各居一院 可也是一家人 胡大先生造了这个大宅子 可不是为了哪个人的 这是胡家的门面 是胡家荣华富贵的表现 可是各方来客都说 大宅连根树方 缺少金贵花香 因此啊 为了胡家的荣耀 为了咱们大先生的体面 将原来的十二个院子 各住两房太太 一共是二十四位 图个吉利 就叫做二十四金钗 那么姐妹们的排行不变 只是增了十一太小英 十二太小玉 再加上黎原院的十二位 能弹能唱的漂亮姑娘 这么一来呢 就没人会说 胡家缺少金贵花香了 这事呢 我跟大太太商量过了 新太太过门 一不败天地 二不被祭祖 只是把房子调整好 再配上家具绣床 办一次洗酒就行了 至于说 每天晚上掌灯临港的丫头妈 就叫石太太巧云屋里的雪梅负责 巧云妹子就在黎原院里 挑个丫头伺候 大先生说了 每个院儿腾出一套房子来 过两天 七孟清搬来家具 潘大嫂请裁缝来做衣裳 跟买被褥毯子 至于我呢 给大家分一点珍珠翡翠一类的珠宝首饰 再有就是各房里头的丫头 跟黎原院的戏子 也派人出去买了 大先生说了 轿子呢 还是美人一顶 张宝也去定做了 新太太们要什么颜色 绣什么花边 就尽管跟张宝说一声 好了 我这会儿没啥好说的了 等这些事情办好了 咱们姐妹们就痛痛快快地喝上两杯吧 听了于世一席话 有的太太暗自叫苦 试想 运气不佳者 一年抽不上两次签 这二十四金钗配齐了 不更是守活寡吗 心里 虽是这样想 可是在大先生面前 谁敢坑一声 不过 在他们的固有成见中 荣华富贵和雨水夫妻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对矛盾 因而 一味地追求华贵 比穿戴 比藏品 比胭脂水粉 就成了他们消磨青春的一种精神安慰 他们清楚地知道 满堂妻妾 只不过是胡大先生生活中的 另一个风月世界而已 一个月后 二十四金钗像二十四株璀璨夺目的 一花奇葩 展示在胡家大宅 胡雪岩望着这批妻妾 像是醉在百花丛中 然而 他并没有满足于满堂妻妾的财富 他更大的追求还在于金钱 他把妻妾比作花园里的鲜花 点缀着胡家大宅 而金钱 才是驱动他生命活力的力量 而这欲望 游似填不满的篝祸 使他滋滋以求 不懈的劳力 胡雪岩没有沉醉在二十四金钗的温柔香中 在白酒席的第二天 他就来到杭州的傅康钱庄 把福文昌拉到客室里 温昌啊 能把全国傅康和当铺的资本报表数字讲出来吗 到上半年六月底啊 我汇拢了一下 除去不动产以外 资金达到了两千九百六十三万两啊 哦 能提出几十万两白银吗 可以啊 准备派什么用场啊 我啊 近几年来 蚕丝生意难做 我想建立一个蚕丝厂 雇工养蚕 收入要超出个人养蚕的收入 这样 我们可以控制一部分残碱的分散 只要握住大宗碱子 就可以控制一部分出口贸易市场 尽管朝廷对外求和 到头来让外商来求我 文昌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买田 大先生 您也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年龄了 文昌 一个商人 如果不把自己所经营的当作一种事业 仅仅是为了赚点钱养老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庸人 说老实话 我是怕您累坏了 没事 你这里不是有两个人懂得蚕丝生意吗 您说的是徐地山跟张成谷吧 对 这两个人能抽出来吗 可以啊 不过像上一次 跟庞云增出去做一次生意是可以的 如果长时间在外边 我这里就缺两个重要的库房先生了 从学徒中提拔两个吗 这两个人很能干 我想派他俩到杭州 嘉兴 湖州 买田 到明年跟我做一次大的蚕丝生意 你这儿嘛 多招几名学徒就行了 你要人嘛 总要服从你了 这叫大师兄照顾小师弟呀 派他俩出去买田一万亩 占有你掌握 到明年收茧子的时候 再让他们跟我走 这买田的事儿最重要 说到这里 于修初突然来了 他说 大先生啊 元古农老先生 谢氏了 人在哪里 在家里 胡雪岩立刻站起来 告别了福文昌 拉着于修初就走 大先生 您走错了 没错 元先生住在武林门 不成教怎么行啊 咱们到元宝街 派两点轿子去 两人到了湖宅 叫李文才 派了一圣小教给于修初 胡雪岩成了自己的教子 抬教的教夫 都有一身好功夫 既快又稳 大约半个时辰 到了远古农家 胡雪岩一进门 望着这位为胡庆于堂 立过汉马功劳的医药名家 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 一连磕了四个头 这下可把于修初给囧住了 他原想告诉胡大先生一声 顺便听一听他的抚恤意见 没想到胡雪岩成教直接奔丧 并跪在地上 一连磕了几个响头 幸亏于修初反应灵敏 等大先生磕完了头 站起来的时候 他也模仿着大先生的样子 跟着也磕了一顿响头 此时远古农的儿女 跪在两侧 给胡大先生磕了笑头 元老夫人直抽答答地哭着 接着胡雪岩问了问 元老先生去世的原委 说了一些安慰话 才离开远家 胡雪岩和于修初 回到了更新草堂 学徒送上了茶水 胡雪岩对学徒说 把潘明权 沈良德 李神坤 孙养斋请来 等一下 如果沈良德在交场里 叫教夫把他接来 沈先生已经来了 是来了 元古农去世 是他来报信的 学徒下去之后 隔了一会儿 几位先生都来了 胡雪岩深沉地说 远古农老先生去世了 我和于经理去看望了一下 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他和潘明权老先生 从炎制 碧温丹 诸葛行军散开始 在医药界 声望极大 在他们制作的药品中 救活了多少人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对这样的前辈 我们不能草率了之 要用他的一生为开末 教育我们胡庆渔堂 活着的人 我倒没想到这么多 大先生的提醒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让 元古农老先生的美德 留在我们每个成员的心中 这就是最大的纪念 例如请华尹的先生 华张相 这个办法好 华张相悬在楼上大厅里 召集全体同仁们 报告他的一生事迹 让小学徒都知道 他一生奋斗的过程 和一风一德 我考虑请于经理 报告他的一生事迹 潘明权老先生 介绍一些情况 余经理再请家属 也介绍一些情况 哎呀 这位老先生的事迹 很感人的 如果说给大家听 真是有教育意义啊 从研究药方 免费医病 带学徒 治药 还有腺秘方 哎呀 多着呢 哎呀 我修改一下刚才的意见 这报告一生事迹的主讲人 就请潘老先生了 好不好 好 潘先生啊 他来说是最适合的啊 因为他们共事多年啊 好好好 我来说 他的事太多了 嗯 太好了 潘老先生讲 对我们都是个教育 修初啊 这个同仁大会 一定在入恋之前开 而且要把家属也请来 是 大会 真的敢在入恋之前开办 潘明泉滔滔话语 句句动人心魄 同仁们听得入了神 家属们感动得泄了又泄 最后胡雪岩说 我最后宣布 远古农老先生一生 为胡庆渔堂开办的前后 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按本号规定 每月按元月薪照发音缝 以表示本号对其遗伤的照顾 我再说的明确点 元老太太活一天 我们就负责一天 听的人激动的响鼓掌 对胡大先生的这个决定 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胡雪岩之红顶宝典 第二十七集 胡锦明总策划 李若梅导播 葛大卫配音 孙基祥录音 冯云忠主讲 参加演播的有 孙基祥 崔国夫 冯云忠 曹继鲁 夏志士 邓凯 李维 李若梅 尹传星 葛紫瑶 陈震 王沐